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城市观星指南 我是星空摄影师叶子怡 冬天的夜晚真的非常冷 但是却是璀璨群星的盛会 北半球排名前十的亮星中 其中有六颗都在冬季星空中 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看到的 就是冬季夜空的王者 叶后座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说 除了北斗七星以外 他们唯一认识的星座就是猎户座 确实猎户座也是全天最豪人的星座 其实没有之一 因为北斗七星它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星座 对于小白或者是从零开始的爱好者来说 这也是冬季星空最有特点的 最先开始入门的星座 在北京这个纬都 1月底2月初晚上9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南方的天空中 找到猎户座了 就是它 来跟我一起看这三颗星 我们先找到了猎户座的腰带 它上面这两颗星 分别是猎户座的左肩和它的右肩 腰带下面的两颗星 它分别是猎户座的左腿和右腿 它实际上还有猎户座的头和它拿的那个棒子 但是因为比较暗的在城市里 我们找寻猎户座 其实就看它主体的这七颗星就可以了 是不是特别形象 特别好人 没错 也因为这几颗星的亮度和辨识度 它们的故事也是贯穿古今 持名中外 在古代的希腊神话中 猎户座是猎人奥利翁的化身 它因为遭到天神的嫉妒 被它们放出来的毒蝎子给遮死了 然后它就升到天上 成为了猎户座 我们来看猎户座的英文 Aurion是不是很像一个跪倒在地 被蝎子毒发身亡的这么一个形象呢 在中国古代呢 则是以这七颗星为主体 构成了三元二十八星秀中的身秀 大家注意我的发音啊 身秀 我还真见过有人把它读成参数的 念错过了 偷说扣个一 今天学习的词语是参数 参数的翻译是 身秀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猎户座 左肩的这颗星 它微微发黄 它就是身秀四 英文名呢叫Bitlejuice 听起来特别像Bitlejuice 实际上它和甲壳虫汁呢 并没有什么关系 它来自于阿拉伯语 意思呢是巨人的肩膀 这颗红超巨星呢 已经进入到了恒星演化的晚期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成为一颗超新星 从19年底开始 身秀四就不断变暗 几个月的下跌 亮度不到原来的一半 原来全天前十的亮星 现在近二十也难 全网开启监督就要看它好看 天文圈议论纷纷 觉得它时早要完 可惜过了不久 它就触底反弹 亮度恢复到原来 让无数观众倍感遗憾 哎 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是看不到 申秀寺的爆炸了 但是如果万一能看到的话 那真是千年一遇的奇观呢 哇哦 那每年春节的时候啊 这猎户座在南方高空中高挂着 所以呢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三星高照新年来到 真的是特别喜庆 所以呢有些民间的传说中呢 也会把猎户座这整个看成一个做年夜饭的灶台 哎上面这两颗星呢 就是猎户座的这个左肩膀和右肩膀 在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一口锅 那底下这三颗星呢 和它的腿组成的是石头垒的那个灶台 那这个灶台呢 里面就有火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隐隐约约的这第三颗星 好像是模模糊糊的一团火样子 它实际上呢不是一颗星 它就是猎户座大星云 梅西亚天体编号M42 猎户座大星云M42是北半球最明亮的星云 亮度有四等 从望远镜看上去呢 它长得确实也像个猎人 大家可以尝试用相机长时间曝光 就能拍摄到猎户座大星云的粉色光芒了 在光污染严重的城市里 很多人会忽略它的存在 但在观测条件好的野外 一眼就能看到它 所以猎户座是值得一刷再刷 反复刷的一个星座 如果你要去拍一个跟猎户座的合影的话 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比如说这张照片 就是我在南半球拍摄的猎户座 现在也成为我的代表座之一 好 这就是本期城市观星指南的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喽 拜拜 在19年底它的变化 从261亮度持续下跌 现在练度不到全了一半 这个好难 它腰带上配的这一把剑 像一个宝石一样 它就是猎户座的M42大星云了 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还有不要忘了关注我 下期见 哎呦 好了 谢谢观看